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5号星期二 胡锡进爆料说谷爱玲最后很有可能还是会选择美国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谷爱玲他母亲如果是谷样的话 去处理这个问题会处理的比较好 谷爱玲毕竟只有18岁 一个小女孩其实懂什么 对不对 咱们都经历过18岁 咱们18岁的时候不也都洗了糊涂的 对不对 其实都是那样子 而且谷爱玲他妈妈就算是够会教育的了 他现在说话还是非常的圆润圆滑了 对不对 我估计这些都是他妈帮他设计好了的 就是说他妈的想到了 他们可能会怎么问你 你应该怎么回答 对吧 已经算处理的很不错 然后女生也比较早熟 对吧 前生初不是说 说女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家 对不对 处理算不错 但是最后总还是会有问题的时候 而且他后面是不是去斯坦佛上学 就在加州 你想加州白左大本营 然后现在美国大学里一个个都左的 不要不要的 都一帮左棍们 对不对 他进去之后肯定用不了几年 就培养成一个美国小粉红 对不对 就是一个小白左 肯定是这么个情况 胡锡进2月13号发文说 谷爱玲代表中国队赢得金牌 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同时要提醒大家 向为国争光 这样的说法要少用 就不要把谷爱玲捧的这么高 应该代之以说谷爱玲是为中国队争光 这样更加的妥当 胡锡进说 谷爱玲今后几年 他的生活肯定是在美国 他未来怎么确定自己的国际归属 在他自己的人设中如何展现国家认同 都有不确定性 我相信胡锡进是能够跟谷爱玲 他母亲的谷爱玲他们能够能联系上来 谷爱玲也是九几年就回国 就开始在这搞公司 也在北京这么多年 对不对 我估计他们能够搭搁得上 应该就是说 其实谷爱玲当然有他的想法 但是谷爱玲女大不中流 对吧 小孩长大了之后翅膀硬了 不见得都挺妈的 现在18了可能还好一点 在过几年到加州一培养 出来了之后 搞不好 最后跟AOC是 对 给培养 看看美国 最后能不能给他培养成什么 瑞典环保少女 或者培养成天启四骑士那样的 对不对 这都不好说 对吧 所以 胡锡进现在也是担心 他母亲谷样的 我想也有声音有问题 是吗 声音怎么了 好 声音声音好了 声音好了 咱接着说 所以 我觉得谷越也有不确定性 也是担心 谷越估计他妈也不敢给他打 打这个包票 对不对 长大了之后还不用怎么着呢 各种叛逆对吧 所以胡锡进也说都有不确定性 所以中国舆论对谷爱玲的宣传 这都有可能 这不好说的 对吧 能成一个美国红卫兵 是不是 这都有可能 说谷爱玲现在代言广告 近三十家 说挣了这么多钱 胡锡进说 你们别嫉妒人人挣钱 胡锡进说 他给中国公众带来了快乐 就无愧于商业回报 对不对 周庸池 周庸池不也纯搞笑吗 不也挣了那么多钱 周庸池比他挣了多 对不对 你像现在像什么黄博 像王宝强 还有像什么 还有这些人叫沈腾 这都比谷爱玲挣了多多了 对不对 他们为国家做了什么贡献呢 不也就是娱乐一下大众 对不对 郭德纲 对不对 郭德纲不是说 就是说我反正把你逗笑了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也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郭德纲从来就非常坦诚的 就告诉你 我不是来教育你的 对不对 我也不是宣传什么正能量的 我又来把你逗笑了的 对不对 我给你逗笑了 我挣了我的钱 我就完事了 你还想怎么着 对不对 对吧 他说但是国外领 我觉得比他们对国家做的贡献 还多一点 对不对 好歹为中国再争论块金牌 对吧 而且后面可能还能再拿一块 但不好说 而且他这样子 按他现在18岁 下一次还能再参加一次奥运会 搞不好还能参加两届 到28岁 对吧 还能再参加两届奥运会 后面还能为中国拿好几块金牌了 这都不好说的事 对吧 所以就是说 对吧 我觉得最起码 比郭德纲他们对国家的贡献还大一点 对不对 而且挣的还没有他们多 远远的没有 没有郭德纲 沈腾他们挣的多 知道吗 还有光头叫什么 谁 我不是药神的 徐征 徐征比他挣的多多了 徐征的那几个什么 这个囧 那个囧 那挣的多少钱 对不对 房小刚他们不都比他挣的多吗 对不对 我觉得还没他贡献大呢 对吧 对不对 所以 胡锦也说 说国外领挣的钱也是应该的 对吧 但是呢 胡锦说 要尽量减少政治因素的加入 国外领挣这样的载体呢 是有风险的 因为将来很有可能要反水 对不对 对吧 他也明白 对不对 毕竟在美国受这白左教育 他说呢 国外领本人啊 现在国外领本人不是说吗 说国外领说 说我的使命是将体育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 让它成为一种促进国家间联系的形式 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分裂的力量 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受益 他我在美国呢 是美国人 我在中国呢 是中国人 说的很漂亮 我相信这可能他妈教他的吧 对不对 教育的家教比较好 对吧 他老了也是个人才 他老了像 55年 教大毕业的 对吧 55年教大毕业的 你想 说实在的 一个老太太 55年能够读书 能够上大学 55年那时候有几个大学生 55年那时候什么概念 一个高中毕业都算知识分子了 对不对 那有几个人上大学 那都是 而且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奶奶的家世非常好 说明 说明他奶奶的家世非常好 说明他奶奶的家世非常好 说明他奶奶的父母家里 就应该是书香门第 或者就比较有钱 要不那时候根本出不起钱 让他去读书 他55年毕业的话 他几几年上的 51年 49年51年上的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 就是说 共产党派到 那也是进步青年 对不对 那也是进步青年 对不对 那也是 那说明这个有底子 你如果真的就农村的 各种官党闹革命的 你给他送到大学里 他也毕不了业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说 也算是书香门第 一直教育出来的 他母亲 他姥姥教育都不 他母亲教育 他母亲不也是北大的吗 对不对 81年去了北大 对吧 所以呢 所以还是比较会说话 胡锡进说 他说这是古埃林的自我定位 但是现实未必能如他所愿 中美关系恶化 致使这样的通道 几乎被封死了 也是没办法 目前这个情况 他说在古埃林的问题上 中国的国家荣誉和信誉不能有风险 国家的回旋余地 一定要大于任何人的选择空间 就是说万一古埃林选择了其他东西的话 要给国家留回旋余地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胡锡进现在猜测 古埃林看这样子 后来未来 往美国白左转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说古埃林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总统 这不是他说的了 这后面是古埃林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生总统携手计划提名 此项两月金仅仅对于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开放 这说明古埃林还具有美国国籍 关于这个就是说 大家现在比较争论的 就是说古埃林到底是什么国籍 是美国国籍还是中国国籍 就说只要是中国国籍 就不能是美国国籍 是美国国籍 就不能是中国国籍 这样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有一个网友在这留言 是我们一个会员 我看了一下 是一年零十一个月的会员 那真是老会员了 应该可能是从头一个月就开始加 给我留言说 说古埃林是红三代资源多没问题 有谁嫉妒吗 问号 他说至少我不知道 我不认为是有人嫉妒的 说我说的不对 他说我反感的是他不是中国国籍 他不够爱国 那这个哥们 老会员了 我稍微就是说 说一下 好吧 我要说 就是说 首先来讲 就是说 没有 你身边肯定没有一个傻逼 跟你说我骂古埃林 是因为我嫉妒他 对不对 所以你不知道是应该的 每一个人骂古埃林的时候 每一个你身边的这些人 像你 你说我反感他 我不喜欢他 每个人反感他的时候 都不会说 因为我无能 人也比我优秀 所以我嫉妒人家 我又骂人家 不可能这么说 对不对 这就是你潜意识里的 肮脏龌龊的想法 主观意识上 你不会认同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过 福多利多利梦的解析 这解析非常的清楚 对不对 但是你心里很难受 很难受 主要的愤怒 都是对自己无能的奋动 对不对 然后你要去骂人家 骂人家 当然不能够承认 就是说 因为我不能 我骂他 对不对 我又不是阿Q 对不对 但是你不是阿Q 你是什么的 为什么鲁迅写阿Q正传的 写的就是你们这些中国人 知道吗 那好 那么在骂他的时候 怎么办 要给自己高大上 我是代表国家 代表民族 因为他不够爱国 他没有爱 这种话就更傻逼 知道吗 什么叫 我反感的是 他不是中国国籍 他不够爱国 首先他是不是中国国籍 你不知道 至于他够不够爱国 你什么标准 你什么标准 他够不够爱国 以你为标准 对不对 这不是这种傻逼的说法吗 就跟男的追女朋友一样 跟女朋友说 你不能嫁给他 你就得嫁给我 你就说 我凭什么不能嫁给他 一定要嫁给你 他没有我爱你 放屁 你怎么知道 他没有你爱他 对不对 这太主观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就知道 国外灵不够你爱国 对不对 国外灵高高 比你还爱国 对不对 国外灵为国家 还争论快奥运 你为国家争了什么 对不对 所以 对吧 想一想 就是说你身边的人 包括你都不愿意承认 是因为嫉妒人家 但是你潜意识里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知道吧 上的人点一点 中的人说一说 知道吗 按理说 其实我点到了为止 我之前就点到了 其实很多人骂人 就是嫉妒人家 对不对 自己想一想 就是说往内观的时候 能观到自己的潜意识里 这就叫本事 什么叫潜意识 我以前就经常讲 上高中了 比如说 中午我放学了 对不对 有几个人是在学校吃饭 对不对 我们有几个男生 三个人出现 买了点盒饭 回来 昨天搓了 一边吃 一边那 就是在胡凯 然后说 你说的不对 傻逼说的不对 这个那个 不在这说的 就挺开心的 就没什么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 有一个女生吃完饭回来了 进来了之后 也不理你 也不理你们仨男生 人家女生 自己坐在那 开始写作业 或者干什么的 然后仨男生 在后面接着聊天 然后你发现一个问题 你再说 傻逼你这说的不对 你他妈他傻逼 你他说的不对 我怎么说的不对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说 那么不就带一个女生 你看你的德性 跟刚才就不一样了 什么女生 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我这为了真理 为了中国 为了人民 你们没有我爱国 你够聪明的话 不论我点你 你自己就意识到了 那做了一个女生 你情绪改变了 对不对 你不够聪明 我点点你就完了 你现在还不够聪明 我再说一说 我老爷经常说 上到人点一点 中到人说一说 下到人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看你一个一年 零十一个月的老会员 我稍微说一说 其实大体上就如此 知道吗 至于他到底是不是中国国籍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很多人说他如果是美国国籍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明白吗 很多人说 说美国不承认双国籍 双双国籍 中国也不承认双双国籍 那他怎么可能是 在美国是美国 中国人 保持两个国籍呢 你懂什么叫不承认 这三个字吗 美国应该说 如果不接受 如果不允许 如果比如说 美国不允许双双国籍 中国不允许双双国籍的话 这个他就必须二选一了 如果美国只是不承认 中国也不承认的话 这个实际上是 说不如两个可的 你知道在北美 有多少人同时拥有 美国和加拿大双双国籍吗 当然你就说了 加拿大允许双双国籍 但是美国允许吗 美国其实是允许的 美国只是不承认而已 你明白吗 实际上在北美 有很多人都是加拿大和美国的双双国籍 但当然加拿大他承认双双国籍 美国不承认 美国不承认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他不承认你拥有加拿大国籍 那么你要么你就是美国 要不你就不是 明白吗 所以在美国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如果你犯错了 你是双双国籍 那么美国不承认你加拿大国籍 你就要按美国人去处理 你懂了吧 不当然了 也许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说从美国之后你移民了 他可能要你要做一个手续 但如果你没做的话 那就没有结束 你明白吗 那么就什么意思 就是美国不承认你的另外一个国籍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中国也是 中国只是不承认 不承认和不允许是两个概念 你懂吗 所以美国和中国都不承认双双国籍的情况之下 它实际上是有可能双双国籍的 你明白吗 但是美国不承认它的中国国籍 中国不承认它的美国国籍 就仅此而已 明白吗 它并不是不允许 这个词里边 你读读这个法律的时候 你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承认 承认两个字是什么概念 你懂吗 我想想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违法犯罪了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 我就说 这个事 比如说 如果你 比如说你偷了三块钱 比如在美国 就是说你偷了三块钱 应该950美元 就加州 950美元不定罪 对不对 那好 950美元以下 你偷了 你说这算不算犯罪 但它不定罪 你懂这意思吗 就是说它不承认你犯罪了 明白吗 或者说不是重罪 你明白吧 那么如果在中国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做了三块钱 比如说我说 你偷了三块钱的话 如果在法律规定 就是偷了三块钱 算是行政责任 或者说你偷了三块钱 我不鼓励这种行为 不鼓励和维法犯罪 就不一样了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词里边 不承认和不允许 是两个概念 只不过你把这个 不承认两个字 无限的上纲上线了 你懂吗 你不明白承认两个字 你自己去查查字眼 我不给你讲了 讲我明白 我也文房 好吧 但是承认这两个字 和不允许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你自己去考虑一下 所以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 实际上你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说不清楚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先不要着急去说 至于他够不够爱国 你更没资格去说了 对不对 谁够不够爱谁 对不对 你不能嫁给他 他不够爱你 你他妈够爱谁 对不对 不要给自己的这种 肮脏龌龊的思想 去找这种 就是说特别高大上的 动不动 我骂他 我反感他 我是为了 因为我爱国 我比他爱国多了 比他爱一百倍 我把心头给你 你就神经病 知道吗 所以 反正国外灵的 就这么个情况 将来到底怎么着 不好说 知道吗 没准过两天 你什么支持大家 都有可能 或者去台湾 见蔡英文 都有可能 搞不好过两天 加入台湾队 还 下次代表台湾 参加奥运会 这都有可能 他现在18岁 未来的无限可能 而且怎么交怎么有 而且说实话 近的像斯坦福 那种那么左的地方 那都左的没边 没边的地方 我看要够呛 那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不好 对谷爱玲这个事 好吧 那么我就说 网友 就是说不要那么的 去激动 好吧 而且就是说 也许以后过几年 谷爱玲可能去见达赖 去见蔡英文 去支持 江读 去支持台读了 有可能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这一分 这一秒 就是说就现在来讲 就是说以18岁的他来讲 我觉得现在是爱国的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以前有个朋友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 我一个朋友 就是说他的儿子 要结婚跟那女的 反正有点小问题 他就是说 不鼓励他儿子年轻比较大了 我说要不就结拜俩 然后谈了这么多年恋爱了 他说那不行 他说我的儿子 对这个女的 还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 所以我就劝他 要再等一等再看 当然其实不是他儿子 不是百分之百满意 是他婆婆不是百分之百满意 你知道吗 就说我要再劝他 再等一等 看一看 因为要是结了 那就不能离 所以要百分之百的确定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样子 我有一个朋友 我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我一个同学 然后他父母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得婚 我28的时候 我28还是29 我28的时候 我那时候到美国了 我快来跟他聊天 他说他爸妈离婚了 那时候我28了 我27来到美国 28差不多 反正我来到美国 过了一两个月就过生日 就28了 然后他父母离婚了 父母离婚了 他同学 他虽然是同学 但他比我大几个月 实际上是大我一岁的 我一月份的生日 他是11月份的生日 所以他爸一年的 你想我28了 他最起码也是28了 对不对 他父母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结婚差不多30年了 他父母好像结婚了 我问他 我说你父母是不是结婚 有个一两年才生孩子 他说对 也不是就刚结婚就生孩子 等了几年才生孩子 所以他父母差不多结婚多少年 结婚30年了 你懂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结了就不离 没准30年之后离婚了 这都有可能 never say never 人生永远都是 我觉得都是不好说的 但是就是说 国家灵也许以后不爱国了 也许以后不爱国了 也许可能支持藏独的 支持蔡英文了 对不对 但是说实在 即使支持蔡英文了 只要不是支持 也许支持国民党的 对不对 反正就是说 如果支持统的 也不能说 就不爱国 支持独的 反正就是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一分这一秒 是爱的 你明白吗 就跟谈恋爱一样 你明白吗 曾经爱过 那就是爱过了 之后不爱了 再说之后的 明白吗 就是说这一刻的话 他的感情是纯洁的 你不要为了以后 就是说去否定之前 你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谷爱玲 我相信这一刻 他是爱国的 是爱这个国家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以后的事 才说以后 珍惜这一分这一秒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 都这么短暂 感情这种东西 也都说不好 你知道吧 但是我相信一点 所有的华人 你知道吗 其实都是爱国 我经常说 所有的中国人 甚至都是说 包括到了海外的这些 已经就是说 移民海外 拿来海外身份的这些人 实际上也都是爱国的 中国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像美国什么的 有点不太敢过来 还在观望 第一波真正的回来中国 帮着中国发展的 都是什么 都是华侨们 那时候找了大量的华侨们去 知道吧 都是比如说 你们村有没有人偷渡了 去海外了 多了生意挣钱了 对不对 那么赶快你们去出去 跟他谈谈 能不能让他回来投资一下 刚改革开放时 都是这样子 其实头一波回来的很多 都是华人华侨 包括有港台的 连台湾的也有 对不对 回来支持大陆 对吧 就像他们不是说 说眷村 说国民党时期 眷村 他们只有公共厕所 每家每户没有厕所 要去出去上公共厕所去 只要公共厕所 墙上写两个字 什么 乡愁 你就想眷村的那些人 跟蒋介石过去那些人 到了最后 你要明白 他蒋介石时期 如果发现厕所里 是谁写的乡愁这两个字 要抓了 可能要坐牢的 你知道吗 动摇军心 这两个人是不干的 你知道吗 但是就这样子 还有人摆这两个字 写在那里 就说明什么 说明对故乡的那种怀念 明白吗 这就是爱 很多的华人 即使离开了这个国家 即使他移民了 拿了其他的身份 但是他心里对文化的这种认同 是存在的 你要明白这一点 懂吗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你看这样美国 你看这次 花样华兵 花样华兵的话 是咱们广西的一个后代 他父亲是广西人 是吧 他这个叫什么 陈威 是吧 威娥的威 是吧 陈威 陈威拿了冠军了 对不对 他是一个就是说移民 他父亲 广西人带他出来的移的民 但是你看美国人对他有什么质疑吗 也没有 你再看看美国奥林匹克的队伍 就是参加这个 不是 奥述 奥林匹克数学 对不对 你看这奥数的队伍里边 你一看里边 对不对 除了一个印度人 可能剩下全都是中国人 连教练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从教练到队员 队员可能去了十个 有九个都是中国人 剩下另外一个可能是 可能是印度人 但是美国人也觉得 这是自己的奥数队伍 他不觉得这个不是美国人 加州的前州长 史亚兴格 史亚兴格是移民 史亚兴格是在 是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他说后来在移民 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 基辛格也是在海外出生的 基辛格是个犹太人 他十几岁才移民到美国来 但是美国张开怀抱 拥抱他们 他除了不能选总统 上也都能选 可以选州长 州长这风凌大力了 对不对 可以当国务卿 这都可以 拿了你参加奥数 你拿了冠军 那就是美国的冠军 你参加美国 美国 你看一说 说中国兵球队里边 好多的面孔都不是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非常的反感 怎么能这样的 你在看美国的花花队 美国的花样花明队 以前叫做官什么山 官影山是什么 还是官秀山 我想不起来了 当初 这不也是中国移民吗 帮着美国在女子花花 拿了多少个军牌 你看这美国怎么就能接受 为什么美国能发展起来 就在这了 不光是中国移民 那些欧洲移民 有多少 谁 索罗斯 索罗斯也是移民 知道吗 索罗斯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索罗斯是移民到美国的 知道吗 这些都是移民 你像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Google现在总裁 CEO是不是个印度人 他也是从印度移民过来的 对不对 那怎么美国能接受 我们就接受不了 大唐盛世 唐一朝 为什么这么牛 为什么你看日本 一提就提大唐 大唐 对不对 对我们真正对日本印象的大唐盛世 就是在唐朝的时候 对不对 为什么唐一朝 有19个宰相都是外国人 是张开怀抱的 李世民的 我忘了是李世民 还是李世民的爹 娶的媳妇 都是外族 都不是汉人 都不是汉族 明白吗 一个国家要发展 必然是这样子 你这么的狭隘 光是在自己本民族里边 我觉得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中国有一天真要发展 你看日本 日本我记得三菱 三菱重工 他是不是 他CEO也是一个外国 当然后来闹得非常不愉快 还要抓他 抓他那哥们 最后藏在一个小提琴 盒子里跑了 但是那个也不是一个日本人 但是在日本干了那么重要的工作 对吧 所以你看连日本这么狭隘 都现在都开始在招外劳了 中国未来搞不好 也是要走这一条路 所以再想一想 如果一些新的移民 到了你的国家 不能够为你国家争光 不能够参与到你国家的重要的岗位来的话 你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明白吗 秦始皇为什么能统一 能够统一天下 在秦始皇前面 从商鞅开始 后面这一六的宰相 好像没有一个是秦国人 全都是外国来的 对不对 但是就是由于这一个一个的人 到了秦来当了宰相 秦才有机会能够一统天下 对中国也是如此 我经常说这句话 你握紧的双手手里什么都没有 你张开双手手里有全世界 所以要包容 尤其是像古爱玲这种 古爱玲这种实际上在文化上来讲 已经可以算中国人了 他的北京话说到多六 比我说到还六了 我都不会说北京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只要从文化上是认同的 都应该保留 我甚至我觉得将来有一天 中国如果真的就是说也能够民主了 像美国这样子 对不对 也有了什么参议员 众议员类似的这种机构 对不对 我觉得甚至应该什么 应该给海外华人留一席 就是海外华人里边 能够凑 比如说你看美国 他每个州两个参议员 然后跟着人数走这众议员 我觉得就海外华人的话 可以给海外华人留两个参议员 算一个中国的一个海外州 所有的海外华人凑在一起 可以 就是海外华人可以选举 然后选两个参议员 选多少个众议员 因为在海外的华人有几千万 这些人都是心系祖国的 也许他们拿了海外的护照或什么的 但是应该留给他们一个余地 留给他们一个余地 能够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不要狭隘的去思考地狱 或者狭隘的去思考的 那么一本护照 那种指的东西 真正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只要你认同这个文化 那么都是中国人 明白吗 这个东西是拿文化去划分的 而不是用那一本护照 当你真的这么想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才能发展起来 你才能够广纳天下的贤才 如果你特别的狭隘的话 你发展不起来 好吧 那反正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你们可以就是说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那关于这个会员 我也就是说 反正如果我话比较重了 我这人嘴也比较损 话比较重了的话 你给你赔掉欠 好不好 因为毕竟真的是老会员了 我看一下一年零十一个月的老会员了 应该看来是从头一个月就加入了 但是你应该要想一想 想一想我说的这个话 人的真正有本事静下心来 能够看透了自己的这种对自我的内心的这种保护 看到自己的昂昂的潜意识里 潜意识里 真正的了解自己 然后一个向外的了解世界 向内的真的能够了解自己 这非常非常重要 好吧 那真正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